最近有人给我留言 让我说说吴晗 其实我对吴晗没有研究 但是我认为吴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无论是作为历史 具体是文革史 还是作为人生的经验 都值得大家了解 文革波兰刚兴起的时候 吴晗相当于是第一个被拉出来祭祈的 那时候我刚上初一还不太懂 只知道在批三家村 三家村是三个人 邓拓 吴晗 廖沫沙 他们写的烟山夜话 据说都是大毒草 这三个人都是不得了的文化人 不但是文化人还是不小的官 邓拓是人民日报社的社长 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 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之前他也做过北京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 三个人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喜欢勿文弄墨 而且有自己的想法 结果他们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落马的人 或从口出 手中的笔是口的延长 其实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就是没有这些文章 他们几个人也逃不过一两年去 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 他们一定躲不过去 不过呢那个时候最高领袖 对北京市委很不满意了 给了一个评价是 真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所以领袖要发一篇文章 也要到上海去 那里的科庆师听招呼 文革中最先打倒的四个大脑袋 彭真 罗瑞卿 陆定一 杨尚坤 简称彭罗 陆阳 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 而打头了彭真 就是北京这个独立王国的老大 其实呢在政治局里 他排位也很高 仅次于七个常委 当时号称是老八 独立王国且不说 更要命的是他和刘少奇走得很近 也难怪战争年代 彭真很长时间在北方局 刘少奇是北方局的一把手 建国以后 刘少奇协助最高领袖管全面工作 首都自然会常常在他的眼中和脚下 其实据我了解 刘少奇和彭真没有什么私交 不过话说回来了 刘少奇和哪一个领导都没什么私交 我认为呢 三家村被整 多少有点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的意思 吴涵本来是个学者 当然后来他也是学者了 但是学者的成分中 可能稍稍不纯粹了一点 1934年 他25岁时 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留校任教 1937年 应著名学者 熊庆来之邀 赴昆明 任云南大学教授 1940年起 转到西南联大 任历史系教授 这时候 他30出头 少年得志 那些年 吴涵的一系列 民史研究论著 对民史研究 起到了开拓的作用 对明代的经济 社会 政治 军事 民族 文化 和中外关系 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胡适 傅斯年都看好他 觉得他如果在学术道路上 一直走下去 前途不可限量 不过呢 很多时候 人的道路 都不全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武汉对政治感兴趣 他用了很多时间 参与政治 也不能说他不对 因为那时候 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 他就积极参加了 共产党的活动 建国以后 党组织就把 北京市副市长的担子 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49年 他这一年 40岁 当然他也还在做研究了 他当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等等职务 这时候呢 他是犹豫的 不知道该舍弃哪一头 正是这种犹豫 把他推进了 无底 1949年11月 当时他担任清华大学军委员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 文学院院长 他去苏联访问 途中呢 他听到自己被当选为 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 立刻给周总理发了一个电报 要求不当此职 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这倒不是吴寒的谦虚 早在西南联大的时候 他就和文一多约定 等到民主政治实现 就立刻退回书斋 去充实自己 专心著作 但是呢 这个副市长的职位打乱了吴寒对前程的思路 其实呢 那个时候 几十年前 几年前说的话 很多人是不会兑现的 吴寒回国以后 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 要他顾全大局 服从革命的需要 因此吴寒当副市长 并不是他的本意 但是他当了副市长以后 就会很卖力工作 但是呢 他工作并不如意 一个非党员 一个学者 在这工作 他给周总理写信说 总是手忙脚乱 心虚胆怯 不知道从何下手 于是他就 给彭真 聂荣真写了一封信 要求辞官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 市委领导亲自找吴寒谈话 希望他留任 吴寒呢 最终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 我认为呢 还是不够坚决 如果要是坚决的话 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 就不当这个副市长了 因为吴寒是党外人士参政 他总感觉到 组织上对他照顾多 严格要求少 这是吴寒最接受不了的 一个思想哥的 也是他后来再提出 辞官的原因 比如说 1959年 吴寒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 最近这一年呢 吴寒生活不如以前充裕 以前购买国债 都是买一千块钱的 这次只买了五百块钱 把自费订阅的报纸杂志 也简定了一部分 主要是夫人援阵看病 住院买药 吴寒是行政六级 工资是300多块钱 收入不算少 那时候 每个人的工资 也就是四五十块钱 五六十块钱 但是发工资的时候呢 扣药费 扣出差费以后 只剩90多块钱 入不敷出 吴寒身边的工作人员 向领导做了汇报 领导决定给吴寒 一次性补助五百块 相当于他 降近两个月的工资了 吴寒没有接受 随后呢 领导又专门规定 原政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系呢 使得吴寒觉得自己 还不是党内的同志 而被当作客亲来看待 感到他不自在 其实他早就想入党 四八年在职下庄的时候 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的要求 其实他也自认为是党的人了 所以 曾经他去动员过胡适 让胡适留在大陆 两个人谈得很不愉快 而毛泽东在给吴寒的一封信里 表示说同意他入党 但是时机不成熟 也就是要等时机 什么时机呢 他也不知道 所以呢 吴寒一直就没有入党 他多次申请入党 五四年的时候 他给彭仁写一封信 说因为我不能入党 党对我是客气的 优荣的 吴寒认为这种客气和优荣 对自己简直是一个伤害 但是呢 在副市长这个位置上 他就要努力工作 因为要入党 他就更要努力工作 因为努力工作 他难免就用力过猛 例如在城市规划上 他作为市领导和学者的想法 一定是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在哪呢 当时呢 清华大学的这个建筑学家 梁思成和林徽英夫妇 就和他发生了冲突 因为他在管北京城区的建设规划 梁思成他们的目的呢 为了保护北京老城区的 传统的文化建筑 包括牌楼啊 城门啊 建议另建新城区 和老城区形成日月同徽的格局 就是在老城以外建新城 不再拆老城里面的房子和城墙等等 这从现在看呢 这个这种良苦用心 真的是真知灼见 彭真是市委一把手 想把他治下的北京 旧貌换新言 很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民史专家的乌寒 也坚持要拆掉明代建的城墙 以及大量的明代古建筑 这就让人看不懂了 为什么呢 你不是研究明代的吗 你不是对历史有研究吗 主要的因素恐怕是要紧跟领导的步伐 当年呢 林徽英拖着生病的身体 指着吴寒痛斥说 如果你敢真拆 我就死在这 两相比较 历史已经给了结论 对市委书记要紧跟 对伟大领袖更要紧跟 1959年4月 毛泽东看了这个相剧 生死牌 对剧中的南包公海瑞大家赞赏 这个南包公是南北的男 不是男女的男 南包公大家赞赏 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 敢言直言敢见的精神 名史专家吴寒 嗅觉也很好 立刻写下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 毛泽东对这些文章大家赞许 并且送了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乌寒 这时候呢 庐山会议应该还没有开 还没有彭德怀 这个给毛泽东写万言书的这个经历 所以海瑞骂皇帝 毛泽东认为很好啊 京剧演员马连良看了吴寒的论海瑞以后 让他写一出海瑞的戏 乌寒本来不擅长写剧本 也勉为其难上阵 因为这是领袖喜欢的东西嘛 他花了尽应言的时间 完成了剧本 1961年11月 京剧海瑞罢官公演赢得一片叫好 毛泽东还把誓言海瑞的马连良 请到家里吃饭 称赞戏演的好 在地位和权力面前 很多学者的风骨 也是经不起风吹的 吴寒研究明史有独到的学术见解 比如对于朱元璋的评价 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 认为朱元璋晚年得了老年狂病 毛泽东读了吴寒两次承诵的朱元璋 据稿本以后 第一次批评吴寒 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后来第二次 他又干脆直截了当的说 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 是应该肯定的 晚年应该写的好一点 吴寒听了这个外行 毛泽东对民史的评价 他愿意服从 他为了更好的理解 解读毛泽东的批评 花大力气读了几本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有关著作 特别是毛泽东著作 但如何消化 吸收 并且运用到修改朱元璋中去 还是不得要理 但是他是努力按照自己的领袖的想法 去调整自己的思路的 只不过呢 政治家和学者之间的距离 实在是有点大 不太好弥合 现在人们说起吴寒啊 诟病最多的是他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 1957年6月 最高领袖发动反右派运动 清点了三大右派 分别是明蒙中央副主席 光明日报社社长 张国军 明蒙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和明蒙盟员 光明日报总编辑 楚安平 按道理说呢 吴寒和这三个人都很熟 而且都属于明蒙系统 但是在领袖有了指示以后 他表现的用力过猛了 1957年6月11日 就在主席刚发表这个批评以后 吴寒在批评 批判楚安平的大会上说 过去国民党确实是 是党天下 楚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 不但是歪曲事实 而且用意歹毒 他还宣称 楚安平之所以敢这么说 是后面有人支持 要求啊光明日报的明蒙盟员 要求啊光明日报的明蒙盟员 都必须和楚安平划清界限 楚安平的下场大家都知道 我曾经在前几次讲过 他到现在还是尸骨无存 1957年的7月7号 吴寒在中共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 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 身揭猛批所谓的张罗联盟 他说张伯军 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 有组织的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 而且还有各方面反动分子的配合 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他们一伙是人民的凶恶敌人 1957年8月10号 明蒙中央召开批判罗隆基大会 吴寒又第一个发言 登台又骂罗隆基是撒谎大家 从腐朽的英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那里 学会一套撒谎学和诡辩术 无耻到了极点 他就接着呢 他用大量的篇幅来揭发 揭这个罗隆基的老底 说罗隆基早在20年前 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 企图联合反共了 张一和 就是张伯军的这个女儿 他在一本书叫 一片青山聊此生 这罗隆基素描这篇文章中啊 他回忆说 说吴寒当时说 1949年 他从上海到中共统战区时 罗隆基托他带封信给沈君如 要求代表明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 一 不要向苏联一边倒 实行协和外交 二 明盟中央和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 三 明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 据此与中共签订协议 如果中共不接受 明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吴寒说 他说的 我当即就觉得 信中的主张十分荒谬 就没有把信交出来 他没有交出来的信 他又在这揭发出来 实在是不太正确 吴寒揭发的另一谈料 是罗隆基和周恩来的一次对话 那是在1949年政协会召开前夕 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意 他说你是南开出身 毛泽东是北大出身 我是清华出身 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 而我要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我们成立人民阵线 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 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 这样来共同协商 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很有见地的一个看法 武汉批判说 罗隆基的这一段话 十分露骨地表示 他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 跟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这些论据和论点 已经不是与人为善了 而是落井下石 在反右运动 打倒民盟的两位副主席以后 武汉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很难说他如此卖力地批判斗争老朋友 就是为了谋取高位 但是最后的结果 反复又在说明这一点 作为一个学者 在政治风浪中是很脆弱的 作为一个官员 在政治风浪中也是很脆弱的 而武汉急二者于一身 他就更脆弱了 他的船稍有风浪就会翻 而且不晓得是怎么翻的 1965年刮起了怪风 怪风是从上海刮起的 姚文元偏批判 新编历史剧海瑞霸官的文章 就是这个怪风的风头 结果随着这个怪风又刮起了更大的风 武汉知道情况不好了 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 最高领袖前两年还如此赞扬的戏 为什么一夜之间成了大毒草呢 民史专家也许只知道史料 而没有从历史中得出可以知道人生规避危险的经验 武汉很惨 开始还有人抱他 1966年3月 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 让武汉下乡去参加农村的四星工作 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他 让他换一个环境 武汉就到了北京郊区 昌平县大东流村 对三家村的声讨 已经遍及全国了 武汉下乡的时候 画了一个名字叫李明光 群众并不知道李明光就是要批斗的武汉 村里开会批判武汉的武汉三家村使 都会请他去参加 因为他是李明光嘛 所以整天广播喇叭里都在喊着打倒武汉 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 揭发批判的时候 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武汉的影响和腐蚀的 此时的武汉心如刀绞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 令人痛心的众失之地 后来呢 市委领导自身也难保了 武汉的处境是雪上加霜 他被批斗 被殴打 武汉的儿子吴章回忆说 我永远忘不了 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 往他的脖子里灌晒的滚烫的沙子 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 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 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动 学校要斗 区里要斗 县里要斗 这里要斗 那里也要斗 1967年 武汉等人被集中了北京市委党校 参加劳动改造 筛炉渣 扫垃圾 期间还要经常挨打 旧双胃好 又甜心伤 有时候被打得苦土鲜血 有一次一群暴徒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往武汉家扔石头 他的妻子袁振 实在气不过 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 武汉也不是敌人 其实他这个话也说错了 在那个时候 武汉就是敌人 就因为这几句话 袁振也被送进了劳改队 饱受折磨 他的双腿瘫痪了 也得不到救治 14岁的养女吴小燕 不得不每天从城南 骑自行车往返 30多里去护理他 因为他是一个坏分子 没有人去照顾他 1969年3月17日 袁振病实在不行了 才获准去医治 但是第二天 他就死在了医院 武汉在哪 武汉也顾不上他 早在1968年3月 武汉就被当成是叛徒特务逮捕 关押期间 他的头发被拔光 胸部被打得积雪 1969年10月11日 突然有人来接 吴小燕和吴张 去医院 姐弟俩被领进了 监护病房后 一个专案组的人说 你们的爸爸今天早上死了 两个孩子一下子惊呆了 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 他们再三请求去看一眼死去的父亲 但是没有被批准 只领归了一点遗物 武汉的尸骨至今下落不明 说起养女啊 武汉和夫人没有生育 领养了外甥女做女儿 取名叫吴翠 因为当时在他们在云南 在昆明那儿有个翠湖 吴翠长大了以后呢 就走了 夫妻俩身边又没有孩子了 他们都想要有孩子 他们的心事呢 被朱德的夫人康克清知道了 建议他们从孤儿院再领个孩子来抚养 吴翰接受了康克清的建议 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 并看中了小燕 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 很讨人喜欢 吴翰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 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了一个男孩 取名叫吴张 1976年 就是这个养女吴小燕 因为要给养父讨说法 而被关押 被打 毒打 在粉碎斯人帮前两周 他服毒自杀了 吴翰一家 在文革中死去了三人 吴翰的命运非常悲惨 但是有人说他活该 谁让他想攀高枝 谁让他对别人落井下石 我想这样说一个死者 恐怕也不够厚道 问题不能完全这么看 吴翰有做得很差劲的地方 但是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能一句话带过了